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牧尘还是第一次见到速来冷淡的堂兵这副财迷的样子 他忍不住的调笑着 其他那些势力也是出了不少力的 要不分他们一点 不行 我们九游宫都勒紧裤腰带在过日子 哪还有多余的至尊灵业给他们呢 你要分给他们 还不如把我分了 牧尘文言顿时笑出声来 觉得这时候的堂兵非常的可爱 堂兵见到牧尘戏谑的笑容 这才明白被他耍了 当即翘脸一红 漂亮的眼睛 休脑的盯着牧尘 你敢欺负小兵儿 小心你那些九游未造反 九游也白了牧尘一眼 老过堂兵的腰肢笑着说 不过你放心吧 就算把他分了 他都舍不得把你拿去分了 你九游姐 堂兵听到这话 忍不住脸更红了 牧尘甘笑了两声 不敢在这个话题上多谈 连忙转过头 借故打亮这座领宝库 片刻以后 他抬脚对着深处而去 最后脚步停留在角落处 目光望向了角落处的石材 在那石材上头 有数个晶莹的玉盒子 玉盒子里头 则是数卷 泛着雷光的卷轴 牧尘绣袍一挥 灵力席卷出来 直接把石材上存在的灵力屏障 扫除而去 然后手掌一抓 一卷雷光卷轴就落入他的手里 他目光一扫 就见那卷轴上有三个雷光字体 若隐若现 雷磨体 这卷轴赫然就是 秦陵所修炼的雷磨体 这也是一种修炼肉身的雷属性神术 牧尘 威闭双目 把雷磨体观摩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因为他发现 虽然同为雷属性的炼体神术 这雷磨体却远不及雷神体玄傲 而且雷神体能够更深层次的修炼肉身 为日后修炼其他更为强大的炼体神术 打下极为坚实的基础 而这一点上 这雷磨体就远远不及了 牧尘随手把卷轴收入了乾坤镯 然后又查看了其他集卷卷轴 发现都是一些雷属性的神术 不过却都无法入他的眼睛 查阅半晌 牧尘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 刚想抽身而退 他的眼神突然一动 目光也飘向了旁边的一座石台 在幽黑的石台上 还有一块灰色的竹简 竹简上头隐约可见雷霆纹路 不过这竹简的色彩灰不留秋 倒并不显得有多么奇特的地方 但是出于直觉 牧尘依旧手掌一吸把那灰色竹简吸入手中 然后手掌一握灵力涌入 将其中隐藏的信息抽取而出 心魔雷连 以幽明心魔雷为才 再配合特殊凝炼之法修炼而成 雷连 扮上以后 牧尘那微闭的双目睁开 眼睛里却掠过一抹惊异之色 因为他发现 这竹简当中所记载的并不是寻常神术 而是一种名为心魔雷连的炼制之法 这所谓的心魔雷连 有点类似于一种引爆性的神器 只不过 它显然是一次性的 而且还必须以幽明心魔雷为材料炼制 当然 它的炼制需求虽然苛刻 但其威力也极为强大 据说 若是引爆的话 就算无品至尊都唯有必其锋芒 这还只是一颗的威力 如果能够大批量的炼制出来 几十颗丢出去 恐怕连无品至尊都只能仓皇 逃窜 把手中的竹简递了过去 把疑问问了出来 竟然是心魔雷连 九幽似乎听说过此等凶器的威名 脸色稍微有些变化 他的柳眉微皱着 恐怕 并不是秦天刚不想用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炼制出来 没炼制出来 牧尘一争 这座雷魔山当中 有一座雷魔院 在深处诞生着大地魔雷 而大地魔雷又是诞生 幽明心魔雷的温床 难道这么多年雷魔宗都没寻找到 幽明心魔雷不成吗 别以为幽明心魔雷很常见 那毕竟是一种 可以和不死火一较高下的神异雷霆 其威力 强横的程度 要远比黑魔神雷更强的 所以雷魔宗无法将其寻找到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牧尘有些折舌 虽然他知道幽明心魔雷的稀罕 但是没想到竟然能够稀罕到这种程度 既然眼下我们占据了雷魔宗 那我们也能休整一段时间了 待会儿我们就去雷魔院看看 九幽在一旁说着 牧尘点点头 他们这次攻打雷魔宗 所谓的除了至尊灵业以外 自然就是因为这雷魔宗内的雷魔冤了 两人走出去 唐冰也翘脸通红的迎了过来 他的那对眼睛里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看来验收的结果让他极为满意 九幽姐粗略统计 这里的至尊灵业应该有十三万 其他还有不少神器 神术等等 若是折算成至尊灵业的话 怕也有六七万呢 听到唐冰的汇报 就算牧尘都忍不住的咋咋嘴 想他们九幽宫一年所获 也不过区区一万滴啊 而眼下这雷魔宗的库房里头 竟然存放了十三万 这种收获完全可以让他们九幽宫 迅速的资源雄厚起来 九幽忍不住的轻笑了一声 这可是解了燃眉之急呢 这些东西你派人收起来 这段时间我们就驻守在此 好 九幽轻轻弹了一下 唐冰光洁的额头 玄吉和牧尘走出了领宝库 掠夺分辨以后 直接对着雷魔宗深处而去 他们能够感觉到 在深处有极为狂暴的雷霆波动传过来 雷魔宗深处 牧尘和九幽的身形出现在天空上 他们的目光都望向了下方 只见那里的山岳有一条巨大无比的裂缝撕裂开 那裂缝有千丈 有黑不见底轰隆隆的雷鸣声不断的从深渊之底传来 令大地在微微的颤护着 一种奇特的雷霆之力震动着船来 而这里便是牧尘他们的目标 雷魔渊 牧尘和九幽凌空而立着 他们的目光望着深不见底的幽黑深渊 那深渊犹如潜伏在地底深处的魔龙一般 蜿蜿蜒盘 蜿蜒盘 令人不寒而立 低沉的雷鸣声不断的从深处传出来 令大地都在微微的颤抖 九幽望着这幽黑的深渊 他的脸变得凝重了一些 这就是雷魔渊了 这雷魔渊下诞生着大地雷魔 这种雷霆相当奇特 虽然说是雷霆 但是却能和大地取得沟通 一旦催动的话 就能够轻易地震裂大地 造成大地震一般的破坏 牧尘轻轻地点头 他修炼过雷神体 而且也在北苍灵院的雷狱当中 苦修过 对于雷霆之力相当熟悉 所以呢 他现在能够察觉到 这雷魔渊当中所汇聚的 可怕的雷霆之力 这大地魔雷虽然强横 但是和不死火比起来 却是差了一些等级的 所以呢 牧尘必须要找到一种能和不死火抗衡的雷霆之力 他的目标并不是大地魔雷 而是隐藏的更深也更为厉害的 幽冥心魔雷 不过 这幽冥心魔雷如此厉害 到时候就算寻找到 要融合 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牧尘沉吟着 但如果真的融合成功了 你的灵力就拥有了雷火两种属性 那等威力也不是寻常灵力可比的呀 当然了 真正的力量并不是灵力所拥有的特性越多就越强大 比如那无尽火域的炎帝 如果光论玩火的话 恐怕这大千世界当中根本无人出其左右 那才是真正的火之帝王 天地万火在其手中都能运转自如 那看来要专精一些 会更为厉害了 话呢 也不能这么说 天地间玄傲无穷 没有哪一条道路是最强的 据说武镜那位武祖 自身灵力 拥有诸多特性 他不仅精通雷炎之力 当年在闯入兵灵族的时候 所施展出的寒冰之力 更是连兵灵族那些 依靠寒冰之力吃饭的远古种族 都是难以抵挡的 吴祖 他的灵力竟然拥有这么多的特性 牧尘危争了 他想起了当日在商之大陆所遇见的临近 那个吴祖应该就是他的父亲 据说那是因为他以往所处的下位面特殊的缘故 大千世界虽然是无数位面交汇之地 可一些下位面同样有着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些独特的修炼之术就算在大千世界都不算普通的 所以呢 这天地剑呢 并没有最强的修炼之道 只有最适合的修炼之道 只要你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 未来也不见得不能与这些天至尊一较高下 不过现在说这些也太遥远了一些 我们可是连幽冥心魔雷都还没找到的 牧尘有些忐忑的望着雷摩渊 原本他倒是抱着不小的期望的 可是当他之前在发现雷摩宗在这里这么多年 依旧没能找到幽冥心魔雷以后 那种期望顿时也落到了最低点 不可能雷摩宗费尽心机 而他一来就这么好运的就碰到着幽冥心魔雷的 可不管如何总要试试 牧尘点点头 他和九幽对视一眼 直接化为两道光影 对着雷摩渊急速的坠落下去 破风声响起来 黑暗迅速的把两人吞噬而尽 低沉的雷鸣声不断的从黑暗的深处传来 牧尘两人下落的速度极快 短短不到十数息的时间就深入地底万丈 他们的速度开始逐渐地减缓下来 因为他们都察觉到到了这种深度 那种弥漫着的雷霆力量似乎越来越狂暴了 牧尘和九幽身形立定 他屈指一弹 就见一颗颗灵力光球 从他指尖燃燃地升起来 然后急速地膨胀 明亮的光芒爆发出来 把这雷霆鸣之底的黑暗尽数地驱逐 黑暗退去 周围的景象也变得清晰起来 牧尘目光望去 眼神忍不住一凝 就见到在深渊壁上 布满着密密麻麻 仗许大小的黑洞 而在那些黑洞当中 灰黑的雷光正犹如蛇一般 来回地穿梭着 低沉的雷鸣声传出来 令大地震动着 这些灰黑色的雷光 正是那所谓的大地魔雷 这些大地魔雷遍布着深渊的 狂暴的波动传出 令空间都有些扭曲 而当那些灵力光球出现的时候 他们仿佛也是陡然地感应到了闯入者 当即无数道雷光 从黑洞当中抱舍而出 直接对着牧尘和九幽席卷而去 牧尘两人见状 倒是并不慌乱 九幽手一扬 就见紫燕所形成的火照 就把两人笼罩起来 任由那些大地魔雷轰过来 最后却是被不死火形成的火照 尽数地焚烧成了虚无 看下面 九幽并没理会那些大地魔雷的干扰 他只向下方脸凝重起来 牧尘也低头看去 屈指一弹 一颗灵力光球 对着黑不见底的深渊 更深处掠去 然后光球炸开 无数光点席卷而开 也把下方照得清晰起来 当牧尘看清楚下方的情景的时候 当即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就见在黑暗的深处 灰黑色的雷霆 仿佛形成海洋 弥漫在这雷魔渊之底 那幽黑的颜色 宛如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黑暗通道一般 看得人头皮发麻 这片雷海 竟完全是由大地魔雷凝聚而成的 难怪雷魔宗寻找了这么多年 都找不到幽冥新魔雷呢 谁能想到 这雷魔渊深处的大地魔雷 竟如此浩瀚磅磅 这种地方 就算秦天刚拥有无品至尊的实力 也不敢轻易的乱闯吧